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歡迎來到《微雨時光》 佛教中有此一個故事 2500年前 釋迦牟尼佛傳法的時候 有一天 釋迦佛帶著弟子外出法齋 一群小孩在路上玩堆沙土 其中一個嬌亂的女孩 遠遠見到釋迦佛帶著弟子走過來 就半認真半開玩笑地用雙手 從地上捧起一堆沙 走到佛陀的面前 放入佛陀的飯堡裡 釋迦牟尼佛刻氣地接受了他的沙土 帶弟子謝里佛看不過眼 心裡想這個女孩真是豈有此理 怎麼可以用沙土棄弄我的師尊呢? 他實在忍不住了 就開口問 師尊 剛才那個女孩 把沙土放在你的飯堡裡 你為什麼允許她這麼胡鬧啊? 釋迦佛微笑地說 你們有所不知 此女千百年後 因緣成熟 要在東振彈國為王 我今天如果不接受她的沙 她將來會試圖去破壞佛法 我接受了她的沙土 就讓她結下這個善緣 她將來做皇帝就會弘揚佛法 東振彈國就是古印度對中國的稱呼 釋迦佛講的這個女孩 就是後來中國的一代女皇帝 毛澤天 唐太宗駕崩之後 毛澤天曾經說法做了幾年尼姑 她不僅謙信佛法 而且還精通佛理 尤其喜愛《華嚴經》 她當政之後 聽說 玉田國的寶珊難陀法師 得到了完整的《華嚴經》本 就要請她到中國來主持翻譯《華嚴經》 翻譯完成後 毛澤天初月《華嚴經》的時候 體會到佛法的高深有敢而發 做了一首嘗嘆佛法的四句解語 無上甚深微妙法 八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詞 緣解如來真實意 這四句解語 成為佛教徒仲經的《華嚴經》 一直流傳了千百年 洛陽的龍門石窟 也是她當年框大作的 今天我們就說說 關於武則天清帝的神奇故事 請大家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打開小鈴鐺 多四年 有提及頗糟糕 澄文 天缸高 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 《裔學壇儒大師》 和天文學家之一 尚通天文、夏資地理 她和李淳峰編寫的推背圖 預言了中國自唐朝以來一千多年的歷史大事 無不應驗 他一生中為無數人看過相 預言百發百眾 唐書中記載 袁天江曾為武則天看過相 當時武則天出生不久 袁天江來到武士獲的官邸 袁天江一見到武士獲的夫人楊氏 就吃驚地說 夫人發生季子 文言楊氏就將兩個兒子 母元氏和母元爽 叫出來給袁天江看相 袁天江一看 說他們可以觀置三品還不算大貴 楊氏又叫了武則天的姐姐 就是後來的韓國夫人袁天江說 此女歸而不離婦 最後保母抱出強保中穿著藍裝的武則天 袁天江一看大為震驚 說她是 龍頭鳳頸極貴之上 若是女孩當為天下主 武則天十四歲入宮 被太宗皇帝選為財人 癡好無味 唐太宗晚年時 太白星多次在白咒出現 太史占卜說 太白咒宴 女主昌盛 正好太宗還得到一本秘技 裡面對唐朝的未來有這樣的推測 唐三代后 有女母代王 說的是唐朝三代之後 有母姓女子取代李家掌管天下 太宗深感不安 於是召見太史令李淳豐詢問此事 李淳豐回答說 臣居原杖推算 其笑已成 然其人已生在閉下宮內 從今不如四十年 當有天下 註殺唐氏子孫台章滅盡 就是說李淳豐發言 書中預測的徵兆已經形成 母姓女子人已經在宮中 不超過四十年就會掌管天下 李家子孫會被他誅殺很多 太宗問 求而殺之如何 他想將所有可疑的人通通殺掉 李淳豐說 天之所命 不可廢也 皇者不死 需求孔不可得 此句 尖以掌誠 服在宮內 已是陛下眷屬 李淳豐認為 天命如此 不可更改 而且 他命中要做皇 也殺不死他 假如妄家行動 反而弄巧成絕 何況他是在四十歲後 稱帝那時 他年齡也大了 會變得仁慈一些 還不至於將大唐子孫殺盡 但如果現在殺了他 再過四十年 他還會轉生 李山奪李淳江山 到時候的他 重新轉世 年輕棄成 又為殺他的血債而來 恐怕大唐子孫後代 一個都沒有剩 太宗皇帝 是個善聽勸奸的明君 知道天命不可惠 最終採納了李淳豐的建議 太宗死後 武美良削法為利 29歲那年 被高中選為超儀 第二次入供 為了得到權力 武美良可謂不擇手段 不僅表現在對李淳忠實 和大臣們的心狠手辣 甚至為了爭寵 他捏死的女兒 陷害皇皇后 取而代之 冥冥中一切都有定數 歷史上 每件大事的出現 都會有不同的人 來扮演不同的角色 來完成這個天象 所謂天意難為 人類的每一步 都是在上天的安排下 一步一步有罪地推進 由於高中李治性格懦弱 身體也不好 朝廷很多事務 都由美良代為處理 他開始接觸權力 並且癡迷於權力 西元683年 告中去世 武則天接管唐朝 統治大權 到西元690年 武則天登基稱帝 改朝武洲 武則天當皇帝 受到一些朝臣的極力反對 認為從來都沒有女人做皇帝的先例 女人想做皇帝 被認為是陰陽不合乾坤顛倒 更有甚者馬作為 武雞提名加敗人亡 武則天就為自己改了一個名 單名 趙 表示日月當空 好趙天下 也表示陰陽合一 武則天用這個名 代表了自己稱帝的決心 西元697年 武則天從珠九尊大銅鼎 安置於通天宮 其中 御洲鼎上有武則天 親自撰寫的御洲鼎冥 鼎冥末尾黑著 尚圓降監 方見隆基 大意是說 上天降下覆水 讓他建立隆盛的大洲帝業 武則天寫冥文 本來是為了彰顯自己 無意中也吻合了天意 後來李隆基繼承了徵官之治 成就了開源盛世 認了這句 尚圓降監 方見隆基的冥文 武則天稱帝後 對袁天江的上述和語言念念不忘 準備招他進攻為自己解說 被袁天江拒絕了 說這是天機不能隨便洩露 這下惹露了毛則天 執意要處死他 怎料袁天江說 為下又落水興起 亦又落水衰落 武則天聽了這句說話後 就不再追究袁天江了 因為他明白在上天的安排 據新唐書和舊唐書的記載 武則天稱帝之時 天降巨石於落水之上 唱歌蘇士 並且在巨石之上 有聖母林仁 永昌帝業八個大字 這就是為何武則天登基後 要改落陽為神道 並長期居住在落陽 臨朝聽證 直至到西元705年12月 病逝於落陽上陽宮 武則天臨終前夏惠趙去帝號 稱 則天大姓皇后 將李唐江山又還回給李家 西元706年5月 武則天和唐高中李治 合葬於唐乾寧 留下無自卑 以示千秋功過任人評說 天靈是唐高中李治 和武則天的合葬令 一靈莊二帝 在中國古代帝皇陵務史上 全無僅有 天靈被認為是現今保存最完整 文物數量最為豐富的帝皇陵務 文物專家推測皇希之價 甚至連城加蘭亭最真職很可能就藏在乾寧 各種珍貴文物 至少有吳伯敦 因此乾寧自古以來 都是盜墓策夢寐以求的目標 歷史上 乾寧被刀劍劈過 被機槍帶炮轟炸過 有名有姓的盜墓人超過百人 但乾寧似乎毫無損 因而變得更加神秘 據說 唐高聰登基後無奈 就派長孫無忌和太史令李淳豐 為自己選擇另沉置地 一天二人沉視到梁山上 只見此山三峰高聳 梁山主峰直插天際 東格烏水與九中山雙網 西有七水與樓敬山其山雙連 烏七二水在山前雙峽 形成水緩 圍著地中濃氣 是世間少有的一塊龍墨勝地 不過袁天江曾極力反對 因為他認為 梁山表面上 看來是一處風水保地 但有很多不足 大唐龍墨從崑崙山分出一支個黃河 入關中 以其山為首項洞 蔓延之九中山 甘肅山 初鵝山 瑤山 且太宗皇帝 已經降入九中山 為龍守堂高中 就不能撞入龍守之前 另外 梁山是 周代龍墨之美 美氣必須 撞於此 恐李唐江山不保 而且梁山北風居高 前後兩風似女子的相宇 恐怕陰氣過重 女人掌權 當然 有關乾陵的選子 民間有多種不同的傳說 真實的情況究竟是哪一種 就無從考證了 文獻記載 乾陵寧元周八十里 願有承換兩重 內城之四門 東躍青龍門 南躍豬雀門 西躍百虎門 北躍元武門 舊堂書《嚴線師傳》記載說 乾陵元厥其門以石 避塞其石縫隙 朱鐵已故其中 意思是 乾陵的武道門 用石條堵塞 上下之間作動 用鐵棍貫穿 用融花加石鐵汁 貫注到石頭縫隙中 與石條融為一體 故藥金湯 1957年 乾陵武道口 被幾個開山取食的農民 無意中發現 經過陷探 發現武道 地攻金剛門 保持完好 沒有被盜的跡象 也因此 考古界一直認為乾陵 至今為止 還未曾被盜察得手 唐末時 皇朝進攻長安後 大兵四十萬 前往梁山挖掘乾陵 半邊山都被他剷平了 都找不到入口 最後無攻而犯 只留下深達四十米的黃雀溝 五代時期 遙洲截道士溫濤 帶著幾萬人 三次核掘乾陵 不過每次去山上都是 行淚落雨 中人走後馬上轉程 如此怪獎 嚇壞了溫濤 乾陵因此躲過一劫 民國時期 國軍將領孫廉仲 帶領一個團的兵力 在乾陵演習 他用炸藥炸毀了 霧道旁的三層石條 正準備進入 突然冒出一股龍煙 盤旋而上 成為龍捲風 頓時天風地暗 飛沙走石 七個山西直士兵 首當其衝吐血身亡 據說 孫將軍的一個團 生患者寥寥無幾 不過近年考古人員通過航拍 也發現了一些奇怪的 若隱若現的圓環影像 經過仔細研究和分析 認為不是虛幻的光雲現象 也不是外星人 墨田圈之類的東西 最後基本確定 是歷史遺跡 這些小環 直徑都在30至40米左右 不規則地 初落分布在東西牆 4公里南北闊約2公里的地帶 其中的一些圓環已經有所殘缺 據推測可能是自然侵蝕 和平整土地等活動導致 這些圓環究竟是什麼 設置圓環的目的又是什麼 是代表天上的星獸 也說是一種地域的劃分 還是是軍事防禦的環號 又或者是盜墓者留下的豪溝? 暫時都無法確定 如果是盜墓者留下的 那乾令很有可能已經空空如也了 好 今天的故事就說到這裡 喜歡美語的講述 記得點讚、留言和轉發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